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阿拉伯伊斯兰部长访问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转向多极化秩序 新加坡的洋荣文 北京 新加坡承诺加强交流 都蒙称赞中美关系更加友好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有关未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中国和日本在外交官努力修复关系时面临多重障碍 请大家收看 阿拉伯伊斯兰部长访问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半岛电视台 一个由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组成的代表团 正在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进行访问 试图实现加沙战争的停火 为该地区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并寻求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国家的努力 这个代表团是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峰会上组建的 包括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尼日利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的代表 代表团的第一站是中国 这样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惊讶 他们猜测代表团试图向西方大国传递什么信息 一些人质疑代表团的真实议程 并认为这只是一种最终无效的外交策略 此后 代表团还会见了俄罗斯和英国的外交部长 以及法国总统 选择从中国开始 这次访问可能是为了争取全球支持 已向迄今为止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提出 阿拉伯国家的直接影响力有限 因此塑造全球叙事和影响关键全球参与者的公开立场 是他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对地区秩序和防止经济动荡有着既得利益 因此它可能有动力更多地参与终止战争的努力 然而 许多人认为只有美国对以色列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实现停火 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转向多极化秩序 新加坡的杨荣文 南华早报 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认为 当前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不是衰落的迹象 而是从美国主导秩序向多极化秩序过渡的一部分 杨荣文在香港的一次书籍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讨论了美中关系 以色列 加沙战争和香港的未来等一系列话题 他表示 世界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转变 这是由技术革命推动的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紧张局势是新世界崛起的阵痛 杨荣文还谈到了中国的崛起 他表示中国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杨荣文还讨论了西方对华为的怀疑 他表示西方国家出于情报考虑制定了针对该公司的政策 最终却束缚了自己 他认为外国投资的下降并不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构成威胁 因为中国并不缺乏资本 他还认为香港人对新加坡的困扰比新加坡对香港的困扰更大 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是由香港的不安全感驱动的 最后 杨荣文讨论了中国的腐败指数 他表示 如果腐败加剧 可能会标志着中国长期衰落的开始 北京、新加坡承诺加强交流 都蒙称赞中美关系更加友好 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国和新加坡已经同意将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两国此前已于4月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高质量 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 王毅表示 中国愿意与新加坡合作 为两国之间进一步恢复人员交流 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维安 巴拉克里斯南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后 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态势表示欢迎 东南亚国家多次强调 他们不希望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有关为诊断肺炎病例的数据 华尔街日报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更多关于该国儿童肺炎爆发的信息 中国卫生部门和国家媒体最近报道了细菌性肺炎和其他类似流感疾病的病例激增 尤其是在儿童中 随着人们对北京在传染病传播方面的透明度越来越担忧 世卫组织的要求也随之而来 在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在分享公共卫生数据方面存在问题 世卫组织此前曾呼吁中国在公共卫生数据方面更加透明 中国和日本在外交官努力修复关系时面临多重障碍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表示 现在是根据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改善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时刻 王毅在与日本代表团会晤时发表了这番言论 该代表团由日本执政联盟的次要成员山口纳金南领导 山口纳金南此次访华 旨在缓解东京和北京之间紧张的双边关系 并在两国领导人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会晤之后继续努力 德国需要证明其新的中国战略不仅仅是空谈 日经亚洲 德国总理奥拉夫·孝尔茨面临来自中国和北约的压力 针对他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中国敦促孝尔茨保持德国对中国投资者的开放 并对欧盟去风险化供应链的推动保持温和 与此同时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呼吁德国阻止中国企业 华为和中心为德国的5G网络提供组件 孝尔茨迄今为止避免冒犯北京 但批评人士认为德国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白宫关注可能对好周五协议构成威胁的可能性 纽约时报 拜登政府密切关注英国政府继续将寻求庇护者驱逐至卢旺达的政策 担心这可能会破坏北爱尔兰的好周五协议 英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定该政策违反国际和国内人权法 而首相李希·苏纳克承诺仍将继续执行该计划 法律专家警告称 政府对新立法的承诺仍可能削弱好周五协议 美国对此表示关切 因为拜登总统对该协议有浓厚的兴趣 美国和中国尚未进入冷战 外交事务 许多人 尤其是在华盛顿 都认为世界正在目睹中美之间新冷战的早期阶段 然而 当前的情况与原始冷战有几个关键的不同之处 美中经济之间的关系比美苏之间的关系更加相互依存 中国也不像苏联那样试图输出其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 全球背景也不同 世界变得更加分裂和去全球化 美中之间缺乏美苏之间拥有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 然而 这两个时代也存在相似之处 美国和中国都是超级大国 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存在意识形态的维度 中国的共产主义与美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两国还在全球南方争夺支持和影响力 就像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在第三世界那样 为了避免灾难性冲突 对于两国来说 重要的是理解美中竞争与冷战的不同之处 并承认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在某些方面使得当前情况更加危险 但在其他方面更加安全 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 缓解有关台湾的紧张局势 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理机制 加强在卫生问题上的合作 以及在气候变化协调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稳定美中关系防止热战的步骤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动态 阿拉伯伊斯兰部长访问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 试图实现加沙战争的停火 这是为了给该地区带来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 并支持巴勒斯坦争取独立国家的努力 通过访问中国等国家 他们试图争取全球的支持 以实现停火的目标 不过 我们也要看到 只有美国对以色列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实现停火 另外 我们还看到了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秩序 转向多极化秩序的过程 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隆文认为 当前的紧张局势是从美国主导秩序 向多极化秩序过渡的一部分 他谈到了中国的崛起 表示中国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 而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 这个观点引发了一些讨论 许多人认为 中国的崛起是当前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此外 中国和新加坡承诺加强交流 都蒙称赞中美关系更加友好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国愿意与新加坡合作 为两国之间进一步恢复人人交流 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尽管中美关系存在一些问题 但新加坡和东盟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态势表示欢迎 这表明 东南亚国家希望避免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中国提供更多关于儿童肺炎爆发的信息 中国在公共卫生数据的透明度方面存在问题 这次世卫组织的要求也是出于这个背景 中国需要提供更多关于肺炎病例的数据 以便国际社会能够更好地了解疫情的发展和应对 此外 中国和日本在外交努力修复关系时面临多重障碍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表示 现在是改善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时刻 然而 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来解决 最后我们看到德国面临来自中国和北约的压力 需要证明其新的中国战略不仅仅是空谈 中国敦促德国保持对中国投资者的开放 并对欧盟去风险化供应链的推动保持温和 与此同时 北约呼吁德国阻止华为和中兴为德国的5G网络提供组件 德国需要在处理中国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显示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我们处在一个从美国主导的秩序向多极化秩序转变的时期 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都在发生着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演变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些新闻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 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